两个月的金毛如何喂养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养金毛猎犬 因为金毛猎犬它毛质非常漂亮 而且性格温顺 不会去攻击老人和小孩 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养金毛猎犬 那在饲养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特别是针对于幼莲犬 那我们今天先说一些小知识 第一个 两个月的小金毛 由于它年纪比较小 消化系统比较脆弱 所以我们在给它吃粮食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去把狗粮给它泡泡软 当它慢慢开始换牙的时候 差不多是到三个月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 我们把湿的狗粮换成干的狗粮 第二个 四位的次数 小狗由于它的胃比较小 但是它的运动力也比较强 所以它食物消化会比较快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去建议少吃多餐 一般来说小狗的话 是一天给它吃三顿到四顿 等到它成年之后的话 我们再选择给它一天两顿的四味 第三个 关于狗狗四味的食物 有些主人可能会觉得狗狗比较可爱 有的时候会给它吃一些人类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开始 助长你的狗狗乱吃的一个坏习惯 所以狗狗小的时候还是建议 尽量给它去吃狗粮 不要去给它吃太多人吃的东西 你如果一直给它吃人吃的东西 有可能会引起它皮肤不好 也会助长它挑食的一个习惯 小切式 喂养小鸡毛时 要把狗粮泡软 建议少吃多餐 四味的食物上尽量给它吃狗粮 不然会导致皮肤不好 养成挑食的坏习惯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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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嗯 嗯